靖默師傅, 叫你做admin是他們的想法 驗屍簿就拍完了, 又拿回來炒蛋飯 即是開麥克風, 讓香港觀眾 驗屍簿就讓香港學外 這集先說什麼 正式開場, 大家有沒有見過? admin是很麻煩, 又不做事, 又不做事 好, 照回FB的報告 上次驗屍簿報告, 拍了這個 花市直, 假錄收視 放心, 玩法你們熟悉, 免得說 這就是原生的錶帶 不得不佩服這個 B公司真是好東西 十年前的設計, 但已經算得很盡 這裏是和普通的錶帶差不多 一樣, 但這裏呢 精彩了 就是差一點點 這裏呢 真的要小朋友才能帶到 你一手粗 即是, 阿弟弟就算一手粗 也不能帶到 這裏就是這樣 這裏呢 是膠來的, 極之易爆 但這裏呢 又應該要帶到 暈風就大陣 另外一部分 你看他 這樣就說, 要把錶帶換 一條正常錶帶換 但你可以看到他的心 他不是正常錶帶的大公心 而是鐵心 這裏有洞,這裏有洞 但這裏有洞口 這裏有洞口 這裏有洞口,這裏有洞口 如果製作生產線 用碑機和玩具廠 這裏有洞口 通常會有洞口 工序會比較簡易 這裏有洞口 我稱之為單向式入心法 這裏有洞口 這裏有洞口 要用得很準 心前很準 但直徑很準 否則把碑機放進去 心不進不去 膠會爆 這裏有這麼大心機的 就是為了令你難以換條帶 好 現在這裏有洞口 換帶 如何換呢 反正這裏有洞口 不會流去 就這樣切開口 剪掉 先抽走 這裏方便些 先把鐵心切開 然後把鐵心切開 用一把鑑子 在咪子咪子 轉開 再把鐵心切開 小心 為了好而爆 這樣就要把鐵心切開 然後把鐵心切開 然後把鐵心切開 進入普通錶帶 這樣就完成了 至於後面這條帶 你發現都是不夠長的 一般如果是成年人的手 切衝方法很簡單 可以有幾個你想法 買一排這些魔術鐵心切開 這樣就釘幾針 下去也可以 駁牆也可以 有很多顏色 換回紅燒也可以 這樣就要把鐵心切開 這樣就要把鐵心切開 但是另一個切衝方法 就是要用圓身帶 中間就切開 然後在這裏 放進去釘幾針 讓它加長了這個位置 就可以帶到 你看到現在這樣 切開了 白線,多了一寸幾兩寸 這樣就能帶到 現在 示範一下 現在用一條普通錶帶 因為腳是金屬 硬朗一點 就算後面的錶帶不下也不是大問題 3,2,1 時間到 今次在秋月園便宜便宜這個DX版 有人會說 有些人一定不買CSM 你們自己想想 比例大小 我自己便宜了 因為拍芯片 這是DX版 CSM是更廣闊 即是整塊更加大 現在我的大柱 都可以覺得很大 如果CSM那塊 還要大一點 老年這麼大 就多幾個音效和對白聲 我就放棄了 便宜地有這個 叫做 就這樣大柱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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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好玩 現在已經十一元氣了 當然到時 玩隨便倒數 好拉 啊 啊 召喚分輕 initial ook Tamam I'm out